欢迎来到巴巴娱乐亚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墨与云间同下线后海棠上场 扮演者被纸撞脸羊子 纪舒然的命运戏剧性的逆转 他的疯狂行为最终让他承受了无法承受的后果 薛芳菲因此失去了最珍贵的童儿 陷入深深的悲痛中 甚至曾因哀伤过度而昏迷 这次经历让他深刻领悟到 再也不愿承受失去亲人的痛苦 幸运的是 他找回了曾经的贴身丫鬟海棠 当年 面对沈玉荣一家的陷害 海棠坚决地建议他逃离 然而 薛芳菲却让海棠带去对弟弟薛昭的重要讯息 不幸的是 海棠在途中遭到袭击 虽侥幸逃脱 却留下了难以愈合的心灵创伤和面目全非的容貌 对陌生人充满了恐惧 多年后 当海棠辨识出眼前的女子就是薛芳菲时 她终于恢复了一时 薛芳菲对海棠的遭遇深感懊悔 而海棠则以宽容的心态宽慰她 是那些加害我们的人就由自取 网友们对海棠的出场赞不绝口 有人惊叹于她的美貌 称她子气东来 甚至有人觉得她与演员杨子有几分神似 换个角度审视 她们的外貌却有相似之处 好奇心驱使下 有人询问海棠的扮演者身份 据透露 这位演员名叫杨富宇 是一位网红 现年28岁 曾是活跃在汉服文化圈的博主 与锦超等一同合作过短剧 尽管这个名字可能对一些人来说较为陌生 但她在影视作品中的表现 却让观众们印象深刻 例如在《未有暗相来》中饰演的华曼一角 然而 杨富宇的表现却始终保持一致性 无论是在网剧还是电视剧中 她的笑容都如同春风般温暖 镜头前的她始终保持着高颜值 她的表演富有层次 初见时的眼神深邃 似乎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 但实际上她是个忠诚且机智的角色 早早就洞察了沈家的问题 可惜力量有限 无法及时拯救薛芳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